反斗科技解碼主持 新比 土炮發明家 Elton 回來反斗科技解碼我新比 又是Elton 之前一集我們介紹過一些本土發明 很有趣 繼續說一些新的科技資訊 你寫了一宗資料給我 接下來油站 駕駛人士的油站都不用進 什麼資料 這個很厲害 從美國那邊開始有傳出來 他們會有一個APP 你就可以在APP上叫油車 直接幫你泊在停車場的車輛入油 這麼厲害 我可以看影片說一下 其實是怎樣 好像流動油站 沒錯 流動油站 他現在在美國三藩市的地區 正在測試 你可以安裝一個APP 就可以撇除中間人 中間人就是油站 這個煉油廠的油車 直接會駛到你指定的地點 你的車牌就是AB12345 它就會直接打你油缸 但這個應該是一些新興的公司 不是 它是煉油廠 直接賣油給你 所以便宜過你去駛油浸 但是你要想一下 現在的油站是大公司 會不會有什麼手段去阻止這件事 始終有 我們有一集的反口科說過 剪草車還是什麼 有些大公司控制了 然後做一些方法 就是不讓你自行修理 不讓你自行修理 不讓你自行修理 會不會做這些事情去阻止你這樣做 因為油是很大的生意 是呀 在國家溝通的生意 它可能會有些事情搞一下 令到你 很簡單 我相信它會說什麼 它就說 這樣不安全 是不是 它說這樣不安全是危險 因為流動 所以大家不要用了 也會跟國會或者市政府 市政府會打壓它 打壓它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雖然是便宜 其實都是那些油 因為這些油公司 其實都是跟這些煉油廠 可能它是老鬱 會不會有些司機 駕著運油車 突然間入中途換了一些炸油 你們進去炸油 這樣就不行了 還是光顧我們 穩穩穩穩穩穩 走多幾步去油站 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其實我們香港很努力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買紅油的地方 其實很久也有 支持非法紅油 也真的試過 有輛貨車 拍到一邊 就放油給你 它有幾十個油缸 在裡面 其實我們也有 香港人是比較進取的 在這方面 幫我們沒有APP 對 不要說 可能有些賊佬 看完我們這些雜誌之後 對 做個APP 入友誼 可以 可能是為了避免海關的周圍 這個APP沒有中文名字 就叫做Oil 不知道為甚麼 但那些色圖老馬就知道 入友誼 入友誼 入這個APP 就可以找到哪裏可以入油 很容易 你有GPS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 它的系統 控制系統是穩定的 就是知道 那裏有人需要 叫我們 我們就開車去 最重要的油 不要像中什麼的 裡面有水 有雜質 有雜質 令到的士死了 那就死了 不是的 現在的士很多是石油氣的 所以不是那樣東西 的士不適合用 好了 講完這個 講一下另外一個 我記得以前你介紹的一個 好像紮住一塊布 令到那些斷了的物件 可以即時鞏固 變得很堅硬 那個很神奇的 我們以前的騙徒 經常說神奇 魔術橡筋就是這樣 即是實現了 現在你介紹的這隻 很厲害 竟然是一個啫喱 你看這個阿叔 肥絲大隻 用啫喱 這樣貼一貼 可以整個人都吊在電話板上 這隻什麼啫喱 這隻啫喱 其實是水形膠 是由雜房 那些科學家發明的 其實啫喱 水形膠其實就是和我們人體的組織很相近 所以就很適合要來做骨膠原 沒有了 膝蓋很痛 那些 就很適合拿它來放在我們的膠中間 但是問題是 現在市面或者現有的水形膠 不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它太軟 受不到人類動作的衝擊 那這個科學家 他就 我們有些辦法 將一些玻璃纖維的網 放在水形膠裡面 就叫做有一個甲心 這樣令到這個水形膠又軟又軟 但是呢 亦都同時可以承受到很大的衝擊力 你看這些肥仔 對 即是肥佬 這樣 拔也拔不慢 我第一時間想來做鞋底的一流 但問題是 它這一種這樣的膠 即是中間滲了這個玻璃纖維的水形膠 它就可以切割 即是如果這些很鋒利的刀片 一戒下去它就會戒開 但是呢 如果你要拔它 即是要用一些大力士這樣拔它 是拔不開的 它比這個鋼 是這個銀五倍那麼多 我只看到可以比這個carbon steel厲害 它就很適合未來的發展 很適合如果我們那個膝頭戈 或者有人打球斷了腳跟 就可以用這些物料去做外替品 但是我剛才看的時候 我馬上想到鞋底可以做 然後想到爬山的安全帶 那些安全帶 那些安全帶 你看過以前有部電影叫做絕里洪峰 跌落雪山也好 很容易斷 有這些就很棒 肥仔也拐得起 好厲害 講完這個了 可以講一下喝酒了 最近 這件資料給我 我檢查過有人說是假 但是一刻說是假的 已經說那件資料就脫了 什麼事呢 就說 有位德國教授 做了一個假的舌頭 可以用來品酒的測味 其實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還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是 在德國海德堡大學 那裡有個化學家 他就說他們做了一個方法 就練成了一個叫做機械品酒師 或者叫做一個品酒的舌頭 那這個就 因為人類 當然我認識一些叫做品酒師 他就說要練很久的 才能練得出那個金舌頭 那就可以分出不同的利頭 就是不同的酒 是否真 或者假 是否酸了 但是現在 這個化學家就說 我們不需要了 因為我們有辦法去 可以有系統 用科學的方法 去用這個舌頭 機械舌頭 去知道究竟這種酒 是真還是假的 這麼厲害 沒錯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好 因為那些 大陸那些八二年那些 買的也有 是啊 因為是假的 但是問題是 你說人家的東西是假的 人家會拍桌子 但是問題是 我不是用這個機器來 拆一拆它 這樣就知道 還有我想 機械舌頭 有什麼都去舌頭 那我不怕舌頭 不是很可愛 不是人家的 原來它很可愛 滴一滴 現在機械舌頭 就訓練了 就可以分辨到33種威士忌 原來滴一滴那種威士忌 在Tesda那裡 它就可以和一些不同顏色的螢光劑混合了 然後再給一個感應器 測試一下 因為不同顏色的測光劑 對於這些酒精有不同的反應 它只需要記錄了這種 真的八二年的Lavit 會出現什麼顏色 可以對比 對比 其實不是真的一種舌頭 難怪有些網友說 這是假的 但我們問是否真的假 我卡上去就卡不到 這宗新聞已經移除了 它是用顏色去看出來 總之它要先試一次 要先試真正的Lavit 讓它的機器先喝一喝 它說那個做法可以 現在可以做了威士忌 遲些可以做香水 還不錯 還有紅酒 因為紅酒是最多的 那種種類型 說到這裡 又是時候說拜拜 開心時間特別快 下一集我還要跟大家說說 新科技新發明 拜拜